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您说的那个魔跟那个六道 你是不是也是佛给下了个丢一 佛为了度你给它下了个丢一 因为你的心性上有那些禁忌 你会去找那些像 它根据你的心相给你划分成六道理 根据众生的心相划分 众生的心相里面有那些很苦 它就像地狱一样 然后呢众生有个共业 如果大家都很苦 就同时出现在那么一个境界 就是共业嘛各业 其实佛法都是第一来的 所以佛法到最后说佛说 到最后你成道以后佛法也要放下 他只是就像一个 金刚记者说 就像你坐一个船 佛法就是那个船 你过河需要一个工具 佛法是一个工具 当你过了河不要杯子船再上去了 佛法也是概念也要放 但这个定义有助于你 帮助你去理解佛法 理解佛的东西 有的定义是障碍你的 有的定义对你展示有帮助 但是到修到一定程度也是障碍 因为六道本来就是不平等嘛 你会有不平等的那种心嘛 你怎么能回到一呢 然后一又回到什么地方 反六归一嘛 你最后一回拿去 一回回去 对继续问 是 因为你有个一嘛 有个一就有六 你回不去了 那这种不是思维进去 是啊 所以让你闻思修嘛 别思别闻 然后除一格去修去破 就是闻思修啊 修修修修修 该破什么破什么 那这个其实也是等同于观了 嗯 这个也是等同于观了 是 带着智慧去观嘛 跟你带着你的偏见 就是去观是不一样的 带着佛的智慧去观嘛 这个是一个大破舌的定嘛 就是带着智慧去观 他刷刷刷心结就去打开 这个时候三魔地嘛 他不属于四才八地 不属于那种 就是他们是分很 定分很多种 他不属于那种 而祭面的那种定 就是有的 就是为啥有的大菩萨 他到等觉菩萨 他就边看 边证边修嘛 他看的时候就在修正 他直接一过眼就已经在证 就是边闻边听边修 就边证 别德国 就是他是一次 他是没有次第的 他直接就进入了 他有那个能力知道 嗯 那众生是有行为呢 还是需要 我看完了 我理解一会儿 理解一会儿 我坐坐地上再修一会儿 他是分开的 是啊 嗯 那这种现象就像是 譬如说 纠结于一个事情 但是呢 因此于佛的这个指引 然后呢 去闻思修 那那些问题自然就散开了 OK 那些节制就解开了 是 他就是他那些理论到了 你还没有没有实证的功夫在的话 坐垫上的功夫 我觉得真的不行 我个人 嗯 嗯 嗯 功夫也可以坐在凳子上做的 对 但是开始什么样的 看你的自己的正量了 正量有时候 有时候行走坐卧 你看着你在用的过程也可以绝招的 嗯 就是你在说我做 也可以修产品 就是定的 但是有的人就不行 有的人也可以 这个力量到底是个什么 力量 能使劲吗 不可能使劲 你说坚持就是也不是 但是这个力量是不是 嗯 你不透 你没彻底醒来 那就叫力量 你醒了个一只半截 迷迷糊糊 就像睡梦了 你迷迷糊糊了 还是一半梦一半醒 那个时候就叫奇力未充 你知道吗 你彻底醒来了 那就叫奇力充 永远只是医民呀 不是说是你长功夫了 跟你长功夫一点关系 就是醒的不彻底 所以你这个听懂了 跟最后 所以说最后有听懂个正 正德是两码是吗 你听懂了是 是不一样的 一开始的夜间里面 就是阿南就开始哭嘛 他他半老被被摩登千里抓 就是 就是 就磨住了 迷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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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他就哭 说是 你看我平时只是多闻 未觉道理嘛 就是没修禅定 没修功夫 他就是这种话嘛 我功夫不够 你看让一个摩登千里就把我 就是困住住了 然后呢 就是自己很惭愧嘛 就迷迷糊糊嘛 被人家咒语咒诅了 然后就 他要修禅定嘛 他要成道 他要功夫 又生痛 他要厉害嘛 就是他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 那是 那是这样 就是他讲的这些东西 就是说 你闻听 他是多闻嘛 阿南是多闻 他闻听了很多 就是 他什么大菩萨了解 他都 他都能够过目不好 听完他就会录在里面 就像录像录音机 就录进去 记住 但是那些东西没啥用的 就是 你说他说 他永远会说 但是没有的 就是你说他听懂了吗 其实他没听懂 就没听懂是什么 你看他后边问的 就说七处真心 他后边问的那两个问题 他自己没办法了 他答不出来 他就把佛说的抓过来 说佛你当年怎么说的 你当初怎么说 那两个问题是个大菩萨教的 人家本来佛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然后他加了自己的揣度 他认为是那个意思 然后就拿出来说 你说你自己说的 又不是我说的 然后佛说你理解错了 是吧 这就是多闻 多闻他其实就像我们平时说话 说一个人要有智慧 要行万里漏 读万诀说 但是你听闻这个地方 你行万里漏 如果你不带着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见地去行的话 那你就是个勇才嘛 就是那些 行万里漏 邮差也速信 快递也行万里漏 每天 他也没出了智慧的人 说 那说你读万诀书 你要没有自己的见地的思想 你只是读的话 那就是个内存很大的电脑 那你能成为一个什么呢 最主要是你的思想 所以文思要思考 你行万里漏的时候 要带着你的眼睛去思考 这样你就变成有思想的人 有一天你把那些外境内境 然后你能总结出来说出 去误了他 那才算是真听懂 那才行万里漏成了一个智慧的人 带着思想 然后去误 然后误出了真理 说出来 那才叫智慧 否则 这就多文也没有 说听懂了 你在哪个层面听懂 你误到什么 误到哪个境界了 这都是齐立未成 你误到等觉菩萨的境界了 还是十地 还是八地 还是六地 你还是误到小城阿罗汉的境界了 你误到 你听到哪个境界了 你知道金正大菩萨 他在听的时候 或者说根层是虚妄的 根是六根 成是外境 就是色神相未处 颜耳鼻色神 六根六成 他说虚妄的 他同时正大 他刹那这些这块就放下 就是同时他就觉得 虚妄的 这儿一念不生 他的心就能达到 刹那这些就定住 一念不生 一听无生这两个字 无生啊 无生法人嘛 我们经常说 无生 我们经常说 不生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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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恨嘛 不灭 他就有恨嘛 但是忘了有恨前面是无生啊 如果这个东西本来无生 他啥有恨呢 但是无生才有恨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真空 但你是 你领悟的这个真空 是个叫 他他会有一个叫 顽空 闽空 冥想的那个空 是个意境造制造出来的 可叫闽空 冥想 靠冥想出来的那个空 跟真空是两码事 真空就本来是圆满的 但闽空是无明 就是你坐在那儿 进入一个顽空的状态 无明 你没破解 那在那个闽空的境界上 你听懂 你的力量也不到 你不能够原用啊 还不能启用 因为你呢 不是真空 你只要进入真空 都是可以启用的 但是你说 你的头脑里边一直有一个说 我要用这个空心 那你就错了 而且你要说 我每天都在用也是错的 其实 本身在语言上这个是对的 说六哥啊 在耳约文啊 在演约听 就是说自信永远在用 但是你是在意识层面 听懂这句话 因为你在找六哥的像的时候 你认为他在用 那个真空就变成一个物啊 就变成一个有的东西在用 对你来说真空是个有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能启用空心 你虽然听懂了 但是不能启用空心 但等觉菩萨他到这个时候 他听懂的 跟你的状态是不一样 就是 你看人家后边 他无用 你真的了着无用皆空的那个时候 你在 你的身心放下那些东西 再去听懂这句话 就不一样 你没放下那些东西去听 你永远带着障碍再听 这就叫齐力未充 人力量不到 你又不上 不是你坐在座里面 在列三行 不是 你如果不懂这些 你再列五十年也没有 他一定要在阶级上 一层一层破出去 透过 越往后透 力量越强 越往后透 就是 穿透到 测误到 误到哪个层面 这已经是太了意了 不是我们亲自说的 产生的明星界限 或者明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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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